傳說對決在1月15號 今天早上9點時候 進行了不停機的更新 這一次修復了非常多的BUG 本次更新的內容 第一個是昨天 前天改版後玩弗洛倫玩家 是不是有發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弗洛倫開大招的時候 那個花朵有點撿不到 位置好像怪怪的喔 導致所有凱撒路的弗洛倫勝率 瞬間下降喔 第一個重大的修改就是 修復了弗洛倫在特定情況下 大招花朵位置錯誤的問題 各位弗洛倫可以上線囉 各位 第二個的BUG修正也影響到了我 修復了菲尼克1技能 無法每下普攻觸發被動的問題 讓菲尼克的傷害直線下降喔 相信你有在看一些實況主 像是蘿蔔之類的都有介紹 菲尼克這次改版真的是超QQ的 各位 今天錯誤已經修正了 不過蠻讓我意外的是 我有個超強菲尼克朋友說 其實這次BUG影響他不大 他照樣用菲尼克帶狂熱打上去喔 第三個修復的是 我知道這次改版 讓非常多人失望的一隻英雄 就是艾里 最主要的原因是艾里這一次的大招 他的有個說明是可以解除所有控制 但是有時候你會發現 按下去怎麼會沒有用啊 沒有錯 第三個修正的就是 艾里大招解除控制失效的問題 各位 雖然艾里在這個版本不強 但是等一下後面的情報 絕對會讓你大吃一擊喔 第四個修正的問題呢 其實在巴哈姆特以及一些社團都有討論喔 就是修復了西路卡 林地蘇在特定情況下 陷阱顯示的錯誤 你一定會發現改版之後 他們的陷阱怎麼都踩不掉 據玩家測試 這些小色的陷阱 竟然還會隱藏一些特定的BUG 就是可以看到視野 這個問題在這次改版也一次修正囉各位 第五個改版重點我覺得很可惜 我竟然沒有遇到並且拍成影片 他就是說你買遊蕩者之軒的時候 會出現錯誤的恢復特效的問題 就是你身上會亮亮綠綠的啦 修復了遊蕩者之軒 錯誤會出現恢復特效的問題喔 第六個第七修正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超好笑 我也很可惜沒有遇到喔 第六個是修復了嗜血弓在特定情況下 會出現攻擊範圍以外目標的問題 第七點也是修復嗜血弓 修復嗜血弓在特定情況下 會扣除自身血量的問題 不愧是嗜血弓啊 真的是在吸自己的血啊 第八個更新的重點就是 天空龍攻擊飛防禦塔的目標 會扣除自身血量的問題喔 官方是不是該送幾張MVP加薪卡 這個影響到了打牌位欸 第九點也是跟天空龍有相關喔 修復了天空龍血條下方的 層數指示器失敗的問題 最近如果你有放天空龍 你就會發現奇怪 怎麼都沒有成長的感覺 這一次也一併修復囉 跟各位的溫馨提醒一下 天空龍盡量再加放到敵人的家裡 才會最大最強化喔 第一個關於未來的情報 就是全新的5v5戰場4.0的地圖 的美術概念圖已經曝光囉 從紅方到藍方都是一個 未來科技感的感覺 其實傳說對決戰場 原本就是在一個天空的地形 這次又更加的酷炫了 在體驗伺服器官方加強了 艾里的被動技能 其實艾里一開始我在拍 體驗伺服器的時候 她的被動原本是造成 1.5物理攻擊的真實傷害 可是在戰士伺服器又下修了 但是在1.2的體驗伺服器官方又加強她 變成1.0的物理攻擊 再加上4%目標最大生命值 官方想要讓艾里 變成一個半坦的全戰士英雄 這一次正式伺服器的改版 我給予索文達也有很高的評價 但是對於魔龍路的兌現 任何一隻射手英雄都能把她打爆 因此在正式伺服器官方加強了 她在魔龍路射手兌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技能的子彈 生命上限提高變成4% 6% 8% 她2技能傷害上限都提高了喔 青色子彈的範圍攻擊傷害提高 但是變得不能暴擊 但是她打野的部分全部削弱 1.2技能全部不能再作用於普通的野怪 但是對古龍 凱撒 魔龍 以及兵線的傷害上限提高了喔 所以目前呢體驗伺服器索文打野 是真的是有夠慢 但是對於在對線方面 我可以測試大家給她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未來索文測試的影片 體驗伺服器加強的第三隻英雄是莫拉 1技能的傷害全部提高了 還有冷卻時間在前期減少 後期增加 成長的生命也提高了不少 莫拉也是這次改版最QQ的英雄 帶一刀削弱以及全燈武器削弱 對她的時候影響真的非常大 在體驗伺服器第四隻調整的英雄是納克羅斯 納克羅斯也是這次改版的受害者喔 體驗伺服器納克羅斯的1技能呢 前期的冷卻時間減少 技能傷害增加 而且成長的生命也增加囉各位 以上就是這一次正式伺服器的緊急維修 以及體驗伺服器的未來更新介紹 如果你有覺得哪一隻英雄 弱到需要加強的話 也不要吝嗇在下方留言你的看法 以及你的想法 我相信很多的留言官方都會去看 我也會一一的回覆你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謝謝你收看完我的影片